大家好,我是玛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夏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大师昨天的开示非常的简短 但是非常重要的讯息传达给所有的人 就是我们都要把彼此当作Parmashiva去对待 很多人说别人要先把我当Parmashiva对待 我才能这样对待他 如果你这样认为 别人是永远不会先把你当Parmashiva对待的 因为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怎么对待你 如果你想让别人把你当作Parmashiva对待 你首先要先把别人当作Parmashiva去对待 就是先把对方当作神明去对待 只有你这样做呢 别人才会这样对待你 这个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 它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显化 如果你把别人当作比你第一等 或者是瞧不起别人 那别人也会这样瞧不起你 就是这一切都会回来的 如果你想要这个世界善待你呢 你就必须要善待这个世界 所以昨天大师在开始中就跟所有的同修讲 我们所有人呢都要先自己做到 自己把身边所有的人都当作Parmashiva去对待 都当作神明去对待 只有这样呢 这个世界才会善待我们自己 这就是在昨天大师开始中给所有的人的强有力的认知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消化和吸收这个 这件事情 真正的在人生当中实践 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会认为啊 对待绝大多数人是可以做到 但是有一些我讨厌的人或者是我瞧不起的人 他们怎么可能是Parmashiva 所以呢这才是我们的挑战点 也就是说呢所有的人都是Parmashiva 包括我恨的人 我讨厌的人 我看不起的人 也要把他当作Parmashiva去对待 只有这样呢 这个世界才能真正的把最完美的这一面呈现给我们 所以呢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圆满 自己要去负责任 这个世界是完美的 这个世界是正确的 如果任何人让我不能爱他 不能接受他呢 都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问题 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痛恨的一个反射 身边所有的人呢都是我自己的延伸 也就是说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一个化身而已 如果我恨自己 外面才会有人让我恨 如果我恨外面的任何一个人 就是证明我在恨自己 这就是事实 所以只有当我把所有人都当作Parmashiva来对待呢 我才是最善待我自己的 这个世界也会善待我 这就是大师开始的强要力的认知 希望所有同修呢都按照大师的要求去做 这个真言讨论 然后呢去强烈的把这个真理消化和吸收 实践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第18期的Parmashiva和我们大课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明天就开始了 所以呢这个报名活动呢 还在进行 希望所有同修都积极的宣传 告诉你身边人你上大课的体验 也让更多的新人加入到我们的第18期的课程 感谢大家 明天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